欢迎来到中华电信2024年台北智慧城市展 行动IiKG执法的一个展项 那本次我们的服务主要以智慧城市展 智慧安防的主题来做一个切入展出 那我们的服务主要以中央云端影像的一个管理平台 来去提供前端各类可以接4G 5G SIM 卡的一个中端拍摄设备 那这些中端拍摄设备也可以因应客户的需求来去做机构样态的改变 那我们在后端的话可以提供我们的客户 以PC、NB、手机、iPad来去进行即时以下的观看 还有AI资讯的一个判读 那另外我们的一个展向亮点就是我们为警政机关所打造的AI寻防系统 那这一套系统服务目前已经导入在全台9个县市 及中央警政署有大量的尘案 这一套系统的话它本身就是透过这个巡逻车上面 它的一个两路设备 那这个两路设备呢 一路是前方大约三线道的一个范围 右边的话大概倾斜45度角是拍摄这个路边的停车格 还有所谓这种迷你机车格 那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毫秒级别的AI辨识 那这个服务可以协助我们行大去办案 还有一线远景的线上力波绩效等应用 并且以科技侦查一个能量 来去提升我们远景执行的安全 那另外一个展向亮点就是我们的360度 低照度远距的一个高倍率的一个摄影机 那这个摄影机它的特点就是支援低照度 还有最远可以达到500米 适用于大范围场域监控的一个5G 这种一千仪行动拍摄的一个终端装置 那目前这一套设备的话 也有应用在比如说像是银件 或是说科技厂它可能有新建厂房的需求 可以来去进行这个施工 相关人员的一个施工品质的一个提升 为了让我们的客户可以体验 更人性化的一个直觉性的操作 我们也设计了这个所谓的一个摇杆的部分 那这个摇杆它本身就是说 它可以控制我们这个360度的 这个低照度的一个摄影机 它可以更Smooth的去控制它的 Roon in Roon out 还有所谓拍摄角度的上下移动等等的 那另外由于它的解析度高达1080p 所以它更可以支援AI辨识的技术 比如说像是针对现场 这个施工人员是不是有佩戴这个安全帽 反光背心等等一些安全措施 透过AI辨识的一个部分 来去提供及时的靠近资讯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